台湾的米 金山的韓芝因為很出名 在金山老家 圓路都可以看到韓芝相關的產品 說到金山老家 以前為了金鮑鯉水月家 可以說是北海花的第一家 清掉的時候是繁華最大的家 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是金山最古早的一家家 不過金鮑鯉水月家 跟去日本朋友放火燒的名分 金山老家兩邊的建築物 大部分都已經改建 只有燒部分的外觀 有緣保留原來的模様 不過有一點絕對是不便 那就是在地美食的好煮味 老闆娘,你好 你好 我們這裡做韓芝粿 是 你在這裡做多久了 大概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 對,是二代 這裡已經二代了 對 你吃吃看 好,來,這個 那個把袋子撕過 撕過 包著吃 那手會抓,會燙到 好,全部都不沾沾沾沾 對 這外面酥酥脆脆 裡面是… 用自己做的菜剪 剪成年之後 用油煎變成韓芝粿 最近時代的變成韓芝粿 這行簡單和破壞的美食 成為大家最愛的立場點心 來去看看還有甚麼好吃的 你好 老闆娘,你好 這四個四個四個店 對,因為我們這邊用在地農產品 來做一個比較特色的芋圓 這邊加的人潮比較多 所以我們有兩、三間店 這樣說,你的芋圓應該很厲害 對 現在有甚麼不同 芋圓做得跟人家不一樣 芋圓的話是人家的兩、三倍大 大幅 對,這樣比較有口感、比較好吃 好…好,我們來一個芋圓 好,沒問題 好,謝謝 他們家的芋圓 韓芷圓 春秋是百人的三倍大 就連店面的素領 也是百人的幾乳倍 我看這個年輕人老闆 真不簡單 為甚麼是要做巨無霸的芋圓呢 二專畢業的時候 爸爸說 看要不要回來家裡幫忙 做一些事業這樣子 對,那時候 爸爸是開這種傳統刷冰店 對啊,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來轉型一下 芋圓做主題來試試看這樣子 當初剛回來金山的時候 就覺得很… 就… 這種鄉下的地方很不習慣 再來就是去澳洲之後 發現那邊很多人事物 包括一些食物 都比台灣的東西在大上好幾倍 那也想說 那試試看,把芋圓放大 結果口感真的不錯 就來做這個主題這樣子 你看,真的比人家更大 這是芋圓嗎 很大 我一顆要補五分鐘 但是它很實料 除了大家印象中 有它的Q度以外 真的吃到芋圓的香味 好吃的秘訣其實就是 你的比重要放得夠重 食物的原料只要夠多,夠真實 然後加上你的品質顧好的話 東西其實就不會難吃 因為其實這東西是非常簡單 那就是只要原食材非常新鮮 它的東西就一定好吃這樣子 Jason很認真 要做酒和肉 給他的品牌做大 第一步,先跟金山的農民 做一些他們比較難賣的大春秋夏季 再來他們也交付很多年輕人工 增加在在地的集合的機會 希望做到這樣 去參加更多年輕人回來金山 甚至Jason每一個月 都會開到他的行動參車 離開金山 試過去提供他的金山合意 但如果要說到最強的農民 老闆這段年輕人沉沉沉 熱銷30年的金山的農民 絕對不能讓他漏高興 你好 你好 你不是阿極族本人嗎 阿姨、阿嬤 你不是翻身嗎 你看,很兇勤 自己在這裡不斷 這也不適合吃嗎 你吃看看吧 好… 好… 這是順利的餅乾 對 這是我們家的招牌 你吃看看,有嗎 有嗎 有嗎 好吃嗎 好吃嗎 我們家的招牌很好吃 以前我們好像過年才有吃到 現在做這樣很好,大家看 現在拿回去就可以吃了 我們家每天都過年 對啊,來吃每天都過年 我看你的麻辣也做得不一樣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做這樣 長久長久 過年,你這也一樣做長久 他要擺,有一種比較健康 這是零食的 做零食的 零食就是做零食的 這樣吃得比較好 你看,你如果不喜歡吃 吃一粒也差不多 你如果喜歡吃又拿也沒關係 比較出名是韓子 韓子 我們的地標就是韓子 我們現在最出名的 第一名就是韓子 現在是韓子最好吃 韓子、鵝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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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翻翻看 好啊 翻不太起來喔 好,真的是不簡單 來園碰桑 中層甜香 外園還有素材 麻辣的每一園都是複雜的手工 但是每一顆都是阿玉阿嬤的心弦 阿玉阿嬤在金山不超過30年 從市場的打頭開始 到老街面上的年期伴手禮名店 阿嬤一直堅持 要將金山的美好 透過麻辣把團出去 老街的最初情就是金山人的信用重心 麻祖廟 尚義在說 落海購麻祖 企華購鳳雅 土海人感謝麻祖 博比他們出海平安 做餐人感謝麻祖 讓他們五國奉受 金山人用行動證明 在地的文化 有那麼多人感動的價值 金山是我們中很多豐富主願的佈地 外山民海由一代理環境 由金山的飲食文化 組織優良的基因 透過金山人 幾百年來的努力和進步 傳統和新時代 也一直在申請新的變化 每一次來到金山 都可以有不同的味道 麻祖廟每一個來到金山的努力 都可以用美食 來感受這個外山 口海的好煮味